988新闻线 晚上7点30分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欣怡 我是正在等着她的那个秒针 走到准准准30分 OK今天是星期五了 但是这个星期五 来一世不一样啊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明天就是国庆日了 而且明天国庆日之后 星期日呢 就是这个阿瓦姆哈拉 所以连续两天的这个公共假期 在星期一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天的补假啦 所以我们就是有个长周末的 我非常相信你很期待这个长周末 因为这个一个星期以来 我已经好几次在听到这个长周末 OK其实今天也是星期五 当然我们还是要公布一下油价的 那这个财政部公布 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 就是RON97是调降一千的 那报每公升二令吉五十件 至于95还有这个柴油的价格 则是保持不变了 无论如何对于这个 就是我们的国庆来说 都算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是降一阵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降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消息你会更开心 真的是好消息 因为KLA-2非东盟以外地区航班的机场税呢 是下降到了五十令吉 黄之锋等人早上被逮捕 下午被提控 删获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的罪名 回应无空缺论 安华就说他不曾自荐要入阁 等敦马交棒 马六甲州出现了要各州送读可兰金匠的一个指示 张念群就离清说 其实这仅限于穆斯林的学生 好了我们这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啊 最近围绕着学校这个校园的种族宗教课题 好像特别的多 今天呢又传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马六甲州教育区发出公函给州内的各原流学校 指示他们在国庆日前期 也就是今天必须要举办马来西亚 这个朗诵可兰金章节的一个活动 所以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宣布啊 马上就引起华小校长的哗然 大家都不知所措啊 那根据公函函呢 各学校可以自行的安排 适当的时间来进行这一项活动 不过呢内容就没有著名 只限于穆斯林学生或者是宗教学校 所以呢华小校长就不知道要怎么做了 那在大家十分错愕的时候呢 媒体就有针对这件事情就询问了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结果张念群就说 我建议你就是建议媒体去问回马六甲州教育局 先好不好他这样子讲 不过呢他之后还是在他的脸书上面贴文说 他已经联系了马六甲州教育局 而根据当局的解释呢 这一项只是其实只是针对穆斯林学生 不是强制性的活动 那这样的活动其实从2015年呢就已经是开始了 无论如何张念群也已经指示马六甲州的教育局去澄清 这项活动绝对不会涉及非穆斯林的学生 那看张念群最初会给记者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就是我觉得记者也会很错愕的 就是说你不如先去问这个州教育局吧 那可能就显示出他对回应这样这一类的课题已经相当的累 结果现在啊有一位过来人还跟他说 这样的事情以后陆续有来 教育部前副部长张胜文今天就安慰张念群 他说对于这个马六甲州教育局指示各源流学校朗诵可兰金这件事情 他说其实你不需要大惊小怪 也不要成为一个惊弓之鸟 因为这种事情是会没完没了的 张胜文今天在脸书贴文一开头就说 致念群妹欢迎来到教育部 他还说到在你成为史上最好的副部长之前至少应该当一名称职的华教救火员 虽然做好其实也没有人会称赞你 但至少不会被丢了这个鸡蛋 那张胜文最后还祝福张念群共勉国庆日快乐 OK那教育的课题我们暂告一段落啊 接着就要关心一下这个政治课题 首相敦马呢在上个星期就有证实说 内阁可能会有一些小吊动制在植物上面 而到了昨天呢他就又被问起了 这一次这个如果有这个调动植物化 为什么不趁机就是安排安华入阁呢 结果呢敦马的回应是说没有空缺 他还说既然没有人说他们要辞职 然后内阁也没有空缺 那当我们有空缺的时候呢 再考虑适合的人选 那媒体这个时候呢绝对就是不会放过当事人 就去询问了这个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 而安华今天被追问的时候 他就强调说自己没有自荐过要入阁 他重申会按照这个西蒙各成员党 达成的一个共识来等待马哈迪交棒 另外针对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说 安华能不能够成为下一院首相 一切都是听天由命 安华回应讲说生死确实已经注定 而他是不是可以担任部长也早就已经注定 那祖莱达其实也有被问到 关于敦马的无空缺论的 对此呢他就要大家聪明的去诠释这番话 至于副首相王阿兹沙呢 他针对这个话题 他的回应就直接的多了 真的很直接 他说只要敦马你退位的话 那个就有空缺啦 他是这样说 他说没有空缺 所以搜就是一个问号 如果首相按时退位 那就会有空缺了 他也说呢 那个目前没有空缺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既然没有任何人 就是他说没有那个的成员 表明说他们想要离职 我们自然就不会有任何的空缺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OK那说到明天呢就8月31号嘛 我们即将要迎来就是西蒙上台之后的 第二个独立日了 可是相对于上一次啊 民众这一次呢是多了许多的怨队的 那新农党巴胜区国会议员 查尔斯圣地亚哥呢 他就坦言说 他有许多的不满 可是呢依然是存在一线的希望 不过呢他就遗憾说 敦马以这个内阁没有空缺为理由 拒绝让公正党主席安华纳入这个内阁 他就形容马哈迪的说法是很可笑的 首相的言论呢 就是显示了我们其实更重视权力 而不是重建这个国家 那同时对于这个敦马的无空缺论呢 人民之声顾问柯家训呢 他也是大力批评 他就认为说 马哈迪正是在耍手段 执意要把安华给挡在内阁外 OK同时他也呼吁 副首相汪恩斯沙应该退位 为安华入内阁去铺路 同时呢让安华可以准备 解放成为首相 那话说回来来关心一下敦马 今天啊就是他发表的一些言论 首相兼土团党的这个名誉主席敦马呢 他就表示土团党认为 巫统其实已经从各个角度犯下了错误 并希望执法单位 可以将这个巫统的错误纳入考量里面 他说过去当他还是首相 兼这个巫统主席的时候呢 就有三个支部 因为没有召开代表大会 就导致巫统当时候被列为非法组织 但是现在他就看到犯了很多错误的巫统 依然被社团注册局接受哦 没有被吊销注册 那不过敦马话锋一转 马上就补充说啊 这一番言论呢 不是他自己要逼迫任何一方 这只是土团党召开会议的时候的一个讨论 所以纯属是土团党的意见而已 那在1987年巫统党选之后呢 东姑拉沙里的支持者呢 就有入禀法庭 就要求宣判这个党选成绩无效 结果就导致巫统呢 在1988年的2月的时候 曾经被判为一个非法组织 那马哈迪派系之后呢 就筹组了新巫统 而东姑拉沙里呢 则是另外创立了四六精神党 那虽然土团党现在是建议说 社团注册局 好好地去考量一下这个巫统犯的错 不过与此同时呢 敦马哈就说除非有官司再生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否则那些已经是成为了 独立议员的巫统前党员呢 都可以加入土团党 当他被问到说 到底有多少的这些 前巫统党员加入土团党的时候呢 敦马哈没有正面的回应 他只是说 土团党在沙巴的党员呢 全部都是巫统的前党员 至于在大马半岛呢 其实许多巫统的国舟议员 都已经是转态要加入土团党 刚刚关心了这个巫统和土团党 之间的瓜葛之后 我们接着来关心一下 马滑和行动党之间的瓜葛 亚裔弹去国会议员魏家翔 他就以现任马滑总会长的身份 再次挑战财政部长林冠英 针对槟城海底隧道的课题辩论 他就说到想当年啊 这个林冠英就说 我还是处理总会长 没有资格跟他辩论 那现在魏家翔就已经是马滑总会长 所以他觉得应该可以跟对方辩论 不过魏家翔也有说 他其实不看好林冠英 真的是有勇气站出来 而他也不介意对方派出 宾州首长曹关友出来辩论 毕竟呢 他是非常尊重首席部长的 我们的现在魏关注的 就是我们第二段 接下来的这个头条新闻了 是主张港督的这个陈浩天 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呢 今天就是被逮捕了 你针对这样的一个行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那如果你觉得是认同 因为香港执法单位呢 有必要尽快去恢复香港的秩序 你可以投选 如果你觉得反对 就像众志副主席所说的 这是白色恐怖的话 你可以点选3 两个选项欢迎去到988官方 官方Facebook那边去投选 当然也欢迎你理智冷静的写下 你对这一个课题的看法 好下一段回来 我们马上就会跟你跟进 关于香港那边的一些局势 当然明天是国庆日 我们还是要讲一些 跟我们国家有关的事情啊 一些开心的事情啊 一些爱国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给你 送下一首歌曲啦 这个也是一个爱国歌曲 Standing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988新闻线 988新闻线让你今天时事不断线 你好我是湘君 金怡 我们来关心一下香港那边的局势 看到了香港警方 在过去24小时里面 就接连逮捕了 6名香港的异议员士 先是主张港独的这个香港民族党 召集员陈涛天 昨天深夜的时候在机场 准备要出境的时候就被逮捕 那你可以看到香港民族党 他是主张香港独立的 在去年底就已经被香港政府禁止运作 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还有成员周婷呢 则是在今天早上被逮捕 下午就被提控 他们的罪名就是涉嫌在6月21号的 包围警察总部这起事件当中 删获其他人参与 未经批准的集会 还有明知道 还是参与这个 未经批准的集会 现在就是被扣留调查 可是这一个局势 真的是一直在变动 欣怡就是一直在整理 就发现到说 一直有东西在夹进去 那刚才因为去到 下午的时候 只有四个人嘛 过后呢又增加了 在下午左右呢 包括香港民主派的 沙田区议员许岳渝 还有就是 香港立法会议员 郑松泰 还有就是香港大学的 前学生会会长的苏小兰 也是有被逮捕的 那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这个黄之锋 还有周庭呢 已经是获得保释外出 可是呢 他们是不准雪离开香港 必须要遵守宵禁令啊 还有就是不能够 踏入警察总部的范围 那看到刚刚提到 这六个人当中呢 黄之锋 应该就是大家 比较熟悉的 因为呢 他也是香港目前为止呢 最具代表性的抗争人物 今年只有22岁的黄之锋呢 他曾经参与过 这个雨伞革命运动 而在2014年的时候 也曾经登上 美国时代杂志 亚洲版的封面 而且那个标题就是 抗争脸孔 The face of protest 香港众志在脸书 装贴消息说到 黄之锋是在早上 七点半的时候 在前往地铁站的途中 突然间就当街 被推上了一辆私家车 然后直接带走 被押到湾仔的警察总部 实在关注的是 早在今年六月份啊 黄之锋才刚刚因为 黄伞运动期间 因为违法了 所以服刑两个月 就是出狱 现在就被逮捕 那针对香港政府 这一次的搜捕行动 新华社报道说到啊 这个港独组织面 这个头目 黄之锋 陈浩天 周庭是被香港警方拘捕了 那说到这个 香港众志的副主席 郑家郎呢 他就说 警方在这个831 大游行之前 逮捕两个人 那针对这个 加上民政的 这个游行申请 被拒绝了 所以他就认为说 当局其实是想要 散播白色恐怖 来打压香港人 集会还有言论的自由 他也说 相信当局呢 接下来会继续 展开这个逮捕的行动 而社运人士呢 也会继续预袭 可是强调说 香港人是不会恐惧 这个白色恐怖的 他就呼吁 失明呢 就是接下来要响应 下个星期的 罢工还有罢课 那刚刚就有提到 这个831大游行嘛 原本是明天要举行的 就是香港民政所号召的 就是要去到香港的 遮打花园去游行 可是呢 就被香港警方反对了 而民政今天 他提出的这个上诉 也是被驳回了 上诉委员会 驳回的原因是认为 明天的游行 恐怕会对民众 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那民政召集人就表示 为了保护游行民众的安全 所以他们就决定 取消整个游行 另外选其他的日子 那强调说他们一定要 再走上街头 而香港警方这一方面 他们这一次之所以 不准游行呢 就是因为他们收到线报 就说有一些参与者 是鼓吹在这一次的集会上 不排除牺牲的可能性 所以警方呢 不敢大意 因此才会认为 一定要禁止明天的集会游行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啊 香港今天看到这个报告 就出来了 这个全球最安全的 城市排名里面啊 香港已经跌出十大 去年的时候 他们排在第九位 但是今年已经跌到了 第二十位 所以这个跌幅是很大的 不过呢 他这个调查好像是在 那个反送中运动出来之前 已经是结算了 所以他们说 如果是结算在现在的话呢 说不定那个排名 还会再更跌一点点 而在今天呢 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 也是有在脸书上面 上载了一条 也珍惜香港这个家 为主题的宣传片 就呈现香港一些 基层平日的生活片段 就提到说 这个家以每个香港人的 努力而建立 就呼吁香港市民 要珍惜香港这一个家 而这个骗乱呢 才上在一个 两个小时刚才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六千个留言 有人是留言说 特首要加油 可是绝大部分是留言说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那看到林郑月娥 因为是始终没有说出 撤回逃犯条例 而引发反送中民众的不满 所以这个街头抗议就一直不断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其实北京方面 已经要求林郑月娥 不要屈服示威者 当时提出的任何要求 这消息是这样说的 他说林郑 曾经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 评估呢 这个抗议者的五大诉求 参与会议是中国高级官员 那他们审视了 五大诉求的可行性 知情的这个港府官员就透露啊 撤回修例 还有进行独立调查 这两个呢 就被认为是 五大诉求里面最可行的 就可以帮助安抚这个温和派的示威者 但是北京那边就告诉林郑月娥 不要撤回修例 也绝对不要就是对骚乱展开独立调查 他们对于这所有五项要求都说了 不 官员就强调说当中的情况呢 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复杂得多 而中国官员呢 也是证实说 北京拒绝屈服于任何示威者的要求 并且希望香港政府呢 可以采取更多的主动的行动 OK 他们在关注了这个香港局势 回到马来西亚 明天我们就是 第62届的这个国庆日啦 然后呢 在国庆前夕呢 其实有好消息 要出国的人 尤其因为交通部长陆赵福呢 今天就宣布说 从10月1号开始呢 KLA-2还有国内所有机场的 这个国际航班的机场税 就是非东盟以外地区的话 将会从现有的73令吉呢 降至50令吉 这个是内阁在昨天的会议上面的一个决定 而KLA的这个机场税呢 就会维持在73令吉 然后国内还有就是 东盟航班的所有机场税呢 就会维持不变 分别就是11令吉和35令吉 我觉得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 之前才刚刚宣布说实行 这个73令吉 现在就降到50令吉的 无论如何都是 国庆之前的一个好消息了 那明天就是8月31号 我国独立62周年的国庆日 随着新盟政府上任呢 这个国庆游行庆典的举办地点 就从去年就从去年开始就移到了 布城那边去 所以今年的国庆主题是 爱我连结大马 有意思要出席的民众呢 可以把车停在指定的布城公共停车场 那有关当局会安排免费 接驳巴士去载送的 那配合这个国庆日到来 首先敦马其实这连续两天呢 都有在他推特上面分享了 就是内阁成员呢 就是一起唱这个 还有国家元首一起唱这个 爱国歌曲的一个预告片 那可以看到说那预告片其实很短啦 只有一些背景的音乐 可是呢大概可以猜到 他们应该是唱什么歌 因为有看到那个歌词 歌词就是Sedia的歌词 我们小说常唱的 全世界最好听的歌声 就是刚刚听过啦 最爱国的歌声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呢 还有国会议员 今天他每次有发表了 这个国庆日的宪词啦 就呼吁大家一起发扬爱国的精神 就是感念过去呢 为了捍卫联邦宪法 争取自由而做出牺牲的人士 这样文高还说到 追随种族和宗教极端主义 来撕裂国家的人呢 并不会让我们获得任何的好处 如果再不关注经济 生活成本 还有人民的经济福祉 那么这个国家会失去一切 好关心了我国的局势 来看一下在香港那边 因为今天就发生了 有六名的这一个异议人士 就是接连被逮捕嘛 那今天我们就是看到说 这个主张港独的陈浩天 还有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等人被逮捕 你是怎么看的呢 OK看到66%的人呢 是认同这个做法 认为说香港的执法单位呢 有必要尽快去恢复香港的秩序 另外34%的人就反对 认为说这就好像 众志副主席说的是白色恐怖 OK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留言 真的是好多好多 OK我先看一下 老外喜说 今天就不谈港独 好与坏先祝大家国庆日愉快 哇非常的好 你还有没有 CY旺说 我比较关心人类 大力砍伐树木烧林的事件 然后黄自强说 是时候要结束这一切了 汤明发说 民主自由不可以超越法治 除非你要回到野蛮的时代 每个国家都有宪法 法律和条例的 KC就说没有意见 不管我的事 James也是觉得说 关我们什么事 Martin Kwa就说 香港人应该要认清政治现实 香港本来就属于中国 然后来再来看一下 Jeff也是讲说 爱马来西亚人应该 比较关心明天我们的国庆日 OK看到李克兰就说 希望他们和平不要再乱了 Eddie Fong说 无论谁对谁错 希望这个恶劣的局势 可以尽快地落寞 持续下去 对双方都没有益处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朋友 其实还是挺温柔 就是他们不知道要站哪一边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觉得 那个局势是在那边 不知道是怎样 很多人是关心回马来西亚的局势 而且也关心那边的情况 就是说希望 不管谁对谁错都好 希望大家都是好好的这样子 那今天就是国庆前夕嘛 我们也希望说 你可以好好的去度过 连续这三天的长假 好好的一起去庆祝这个国庆日 刚刚我看到 我们酒吧Facebook live 有一个SK John 他说心仪歌声很好听 你错了 刚刚唱歌的人不是我 明明是湘君 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线呢 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个星期 还是会继续跟你聊新闻的 我是湘君 我是心仪 预祝你长假愉快